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越来越少 其实还是 整个快餐化影响 不管 电影 还有其他娱乐行业里的 东西 游戏 包括短视频 这些我们能看得出来 人们消费就越来越 走向那种 快销的东西 然后像定格动画 需要有一定的手工基础 而且最主要的是需要有 非常大的耐心 这样才能持续做下来 但实际上 要做一个好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确实做定格的人 人变少了 但是我觉得 通过我们一些行业人的努力 这个还是能再回下来的 我觉得这没有错 它作为一个商业公司 它把一种形式 发挥到极致 去不断地突破这个极限 这个对整个行业 都是有好处的 主要还是 是美国大制片体系下那种工业流程 非常具体 我也希望回国能把这个东西 用到国内的团队里 然后让我们这个 制作整个更专业一些 如果有可能把整个团队的 气氛带起来 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做这个就更好了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超出预料的 首先就是我个人的成长 在一个非常严谨的工业制作流程里 我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 并且在导演和动画总监的严格要求下 我知道怎么把一个角色表演做到极致 这个应该是在其他地方能学回来 之所以会接这个项目 之前看到它那些基础的想法 蛮有意思的 又结合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回国一直特别想 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东西做起来 近些年确实因为 就像我之前说的 整个行业有点浮躁 然后去踏踏实实做这些 功夫活的人少了 其实确实困难很多 但是我觉得做一个这样的尝试 还是值得的 对我自己和我的团队 都是一个挺好的事 搞到大家都挺辛苦的 但是我认为在现有的时间内和条件下 他们已经把这个事做得很完美了 谁让我们爱这个东西呢 能坚持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本身是一个 就挺让人幸福的事 而且我坚信这个行业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把这个我能接触到的东西都做到最好 其实可以试一试 顶格这东西蛮好玩的 简单的说 你回忆一下你的童年 去拜拜肖安芝 这不是蛮好的 而且做些尝试 可能对你其他的创作也会有些帮助 但是我们来看 就有什么事情 Reading